小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学两个词以前和现在。 我们看一下北京的照片,这张照片是黑白的,右边的照片是彩色的,有很多颜色。 我们看一下,这是北京以前的照片,这是北京现在的照片。 小朋友们想一想,这两张照片有没有变化? 有没有变化?看一下,没有变化,还是有一点变化,还是变化很大? 其实这张照片的变化是非常大的,很多变化。 你看这里的房子也没了,你看这个房子都很矮, 现在有很多的高楼,还有桥,有很多车,对吧? 所以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,change a lot,对不对? 好,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页。 好,这一页我们能看到,好,这一页我们能看到呢,就是上海。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,这里写了1990年的上海,对吧? 这里写了2010年的上海。 我们小朋友觉得哪一个是以前,哪一个是现在? 好,我们看一下,当然是, 这个是以前,这个是现在,对吧? 好,我们再看一下,你觉得是没有变化,还是有一点变化,还是很多变化? 我觉得上海啊,你看这里都没有很高的楼,高楼,对吧? 这里会有很多高楼。 然后呢,嗯,这边的房子也不一样。 所以它的变化还是很多的,上海很多变化。 我们再看下一张,下一张是我们住的地方,叫做夏洛特。 看一下夏洛特的变化,哪一个是以前,哪一个是现在啊? 首先我们看一下1986年,这是以前的照片。 这是2019年,是现在的照片,对吧? 我们看一下,嗯,有没有变化呢? 小朋友觉得变化大不大? 这里还有很多草,对吧? 这里有更多的这个高楼。 好,这个也是很多变化的。 我们再看一下手机。 我们的手机现在也变了很多。 这是以前的手机,也很小。 你看这个屏幕也很小,对吧? 然后要有很多数字。 好,我们现在的手机变成这样子了。 大家看一下变化,有没有变化。 是没有变化,有一点变化,还是很多变化。 其实有很多变化啊,手机现在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 是以前的,是现在的。 好,我们再看一下电脑。 我们的电脑变化也是很大的哦。 看,以前的电脑很大,很重。 然后呢,屏幕也很小。 对吧? 现在的电脑变得很轻。 可以拿在手上,很方便。 所以电脑也是有很多变化。 好吗?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,讲的以前和现在。 那小朋友会看到这样的一张图。 你要告诉李老师,左边是以前,还是右边是以前。 你说左边是以前的照片,右边是现在。 跟我说一下,左边是以前,右边是现在。 好,小朋友再看一下这一张图。 你觉得哪一个是以前,哪一个是现在。 看一下这个,我们小朋友左边的这张图是现在的。 小朋友右边的图是以前的。 好,小朋友们做一下。 好吗?